粥是许多人都推荐的一种美食和健康食品,那么喝粥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? 喝粥的时候,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呢?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,容易消化,粥本身就是个温效的事物,再加上粥中食材也是比较容易消化的, 所以粥非常适合肠胃不舒服的人食用,增强食欲。 我们在生病的时候,网络是不愿意吃东西的,但是粥中可以放入一些开胃的小菜, 所以可以帮助我们增强食欲,防止便秘。 我们现在大多的食物都是比较精致,并且经过加工过的, 再加上我们现在的运动量不足,很容易造成血缘不平衡,从而导致便秘,而粥中含有的食分非常多。 在我们喝粥的时候,可以帮助我们身体中补充水分,从而防止便秘,防止感冒。 早上起来喝一碗粥,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清洁肠外,缓解有效的防止感冒。 我们可以在粥中加入一些蔬菜,或者水果,这些食材都是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的。 粥油 一般粥倒好后,表面都会加伏着一层油腻绵稠的物质,这个就是粥油,有些人不喜欢这层物质,有时候还会倒掉。 但是这层粥油的营养却是非常丰富的,因为在高温的作用下,大米和小米中的营养物质基本都在粥油中, 是米汤中的精华部分,并且粥油还有补充液气,调节气色的作用,还有两年美容的作用。 对于老人来说,粥油才有利于防护肠胃的作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